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 今天来玩一款刚发售几天的一个小游戏 叫做cycle chambers 或者叫做循环的房间吧 然后其实阿嘎一开始对这游戏啊 期望不高 但是没想到玩着玩着 好像这游戏还蛮上头的 蛮好玩的 而且游游戏本身的那个气氛啊 就是音乐啊 还有画面啊等等啊 都蛮欢乐的 蛮好玩的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玩玩看啊 然后游戏呢有不同的角色啊 然后阿嘎暂时除了最初的 最初的鳄鱼之外呢 就直接锁了 这一只就是叫做快速扳机 然后一个角色啊就只有一把武器 然后我们要做呢就是在后面游戏里面啊 不同不停的强化这一把武器啊 不同的道具的选择呢可以差很远哦 那我们就选这一个角色来玩玩看吧 然后房间呢就只有这个暗黑的房间了 然后我们直接选最困难的困难难度啊 好然后一开始呢 他说让我高兴高兴 意思就是 其实看到右上角啊 有一头猪 那头猪呢就是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啊 的一个角色 说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他要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战斗啊 为他带来快乐 然后应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应该也同时为我们带来快乐 然后呢他就会送我们一些道具啊 让我们变强一点 那我就来选一下好了 二选一 一个是每发射十枚子弹啊 就出来一颗炮弹 然后一个呢就是 每发射十颗子弹呢 就会射出来一颗牙齿 然后如果这个牙齿消灭敌人的话呢 就再射出来四颗牙齿 那我选这个好了 好像效果比较多啊 哈哈 哎有了 就刚刚打出来那四颗牙齿 但是就很看几率了 有时候就突然爆出来好几颗牙齿 那有时候好像就 不经常爆出来牙齿 然后就到了可以买东西的 的的时候了 一个是加伤害加伤害也不错 一个是加这个射击输率输率 那这个也ok吧 然后就没钱了 哎有个骰子 就是如果前面给我的东西啊 我都不想要的话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骰子重选一次 哎看剪刀是什么 就加二两点生命 哎来了一个双重脸瓶 然后可以让我其中一个道具啊 有双倍的效果 然后他双倍了我这个 骨头 然后再加一点就是加生命加伤害 也不错了 反正都是送的嘛 送什么都ok 然后好像我现在的攻击力高了一点点 然后打敌人呢就不用不停的打打打打 打很多次然后才死 然后现在好像打得比较快一点了 哇这一下好 终于就是一下子 连爆好几颗牙齿的那种效果 可能是攻击力高了吧 如果攻击力高一点 应该牙齿 能能比较容易杀死敌人的话 应该爆出来的几率能够高一点 然后现在有一个笔记 然后每三秒就发射一个螺旋前进的投射物 听起来很妙哦 三秒一个 然后一个呢就是要等到 生命值低于15%的时候就翻倍我的伤害 那离那那那时候还很早 而且15% 我现在25点 15%能有多少呢 应该就很少了 就这剩几滴鞋的时候 就蛮绝望 我就选这个 哎场景5了 第5个场景应该会出现 一个boss吧一个小boss 哎那个螺旋形状的看到了 就是这样转圈圈绕圈圈的出去 哎开有个骰子 哎来了小boss来了 阿嘎前面还在想 难道是阿嘎记错了 哎 好了打死了 然后看捡到的是什么 钱 最普通的就是钱 然后有加伤加移动的加伤害的 还有加金币的 那我就选加伤害的好了 然后加金币的 我就先不选了吧 重选一下 无敌状态的时候 持续时间增加 还有呢这个 这个我前面说了不要了 还有增加射击范围再重选 嗯没有别的了吗 没有好一点的货了吗 关卡开始时候有几率回生命 然后加伤害 那先加伤害 再来一个 一个是加射击输入 加暴击率 然后这个无敌状态时候伤害加倍 为什么都有这个无敌状态 我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无敌的状态哦 那我加这个好了 然后 再重选一次 每次拒绝 那个星级战珠可以获得金钱 就是不要道具可以要钱 然后一个是加射击输率 一个是加暴击 那我选这个好了 好了 钱用光了 就可以开始下一局了 哦 这速度 很明显就是提高了很多 这样子好像打起来还有点希望 不然前面那个速度的话 应该很快就不行 然后速度快了 应该那个牙齿的触发 触发的次数应该也会增多吧 哎 哎这样子有一关了 看有什么东西 额外一双手啊 星级战珠 给四件物品 而不是两件 好像也不错嘛 然后又来双倍了 双倍什么呢 啊双倍伤害的 好也ok 反正我的骰子已经不多了 剩一颗 现在速度又快一点 攻击力又高一点 那我想要一些哇 突然触发了好多那个牙齿啊 但是我想要一些更致命一点的道具 暂时好像还没有看到 喂他有四只手哦 然后这个破死投射物在周围环绕 每五秒出现一根木桩 然后这个 连夜 每10发子弹就就会出来一个了 然后生命值高于85%的时候 加移动速度 那我选选这个吧 悠悠球吧 我感觉拿了这一个感 整个 整个攻击模式就会改变了 那试试看 回到回到 我是这样子 就是他会不停的在我身边的 会转来转去 就不会消失这样子 那好像突然变猛了很多哦 就产生了这种 就是那种传说中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引发那种 这是质量的变化 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啊 这种这种感觉 好 又来了 需要一名队友 我可以买一个队友 然后跟随我 然后射击 哦都是队友啊 然后这个同伴就会在房间里面移动 然后这个就是围绕着我移动 那我要不要买下来啊 买 买 买全买了 剩下一块 然后我就有三个队友了是吧 哎还有一个呢 鬼火呢 我怎么没看到鬼火啊 好像应该还有个绿色的 难道他看我 大客户然后就就算了就不给我了 哦对了我前面的牙齿 然后那个牙齿如果出发多了 然后就会有一大堆的牙齿在我身边围绕 转来转去了 那还蛮厉害的哦 老实我身边这两位队友啊 我不知道他们哎哦哦在在那边边边走啊 加一个骰子 哎又来了双重哪哪一个呢又是这个啊 增加这个生命还有加伤害 谁另外一个吧 哦再召唤一个同伴啊 就是再召唤一个原子 真的这个不错 我有两个原子了 然后前面刚刚看到绿色的鬼火啊 好像在边边上游走 那场景有点大 哎我看到他我好像瞄到他了 哎在下面这里 他是在 长边 去游走的啊 像打排球一样 哎又有一个骰子了 哎打这不打这不知不觉已经第十关了 然后又来一个小boss 然后这一次打他好像快多了 哎好了搞定 然后有八面玲珑 然后每三秒自动往八个方向投射 发射投射物 然后一个呢 每三秒自动发射一个 微小的投射物 好像很弱看起来 水灵之丘 每三秒发射一个大范围的穿甲弹 还有这个三秒一个 强大的火箭炮弹 嗯三秒往八个方向 三秒发射一次 好纠结啊 那我选个 八面玲珑吧 看起来好像多一点 那我看看什么效果 哦哇好多子弹哦 好像效果不错哦 就他一下一下子射出来八颗子弹 然后那一瞬间 就会有很多子弹了 然后我现在主要主要就是集中 集中精神就是躲开那些红色子弹就ok了 哎哇一百多 加爆击几率 加这个对敌人造成的伤害 好像这个划算哦 然后好吧 那加爆击几率吧 然后这个游戏还有个好处 就是算是好处也 也可能是不好的地方吧 就他难度其实不高 我觉得不高 就是 你阿嘎就觉得难度不高的 应该告不到哪里去了 但是呢他就很容易有种 就糊了的感觉 就是有时候打打一些打 其他的弱格游戏啊 虽然那些道具啊 你拿了一大堆 然后当时好像效果都不怎么样 那就感觉不太好 然后这个呢就会你打着打着发现哎 怎么好像特别厉害啊 哎又有的选了 一个是生命值高于85的时候 加两个武器 然后 那我就选他好了 因为我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他就直接加了两个武器了 那我有三把武器了 然后我的子弹就更多了 那阿嘎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掉地板上的那些钱啊 因为像土豆兄弟那样子 他会没捡到的算算到下一局 那这里我就不太知道他是算到下一局呢 现在还是自动给我结算了 算是我的呢 哎 又要ok了 是什么呢 现代医学 呃好吧 拿都拿了对吧 开都开了 投射物有机率撞到撞击的时候有冰冻云 然后投射 投射物如果没没击中的话 他会在进击场的某个地方 产生额外的投射物 那现在已经是围绕在我身边转了 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 呃 那我选这个好了 就有机率出来这个冰冻云 看是什么效果啊 是有多冰冻呢 好像视觉效果是不错 但是好像没有强太多 还是说我现在已经太强了 哈哈 这个怪 哎小心躲一下 这个怪物 怪物不管怎么样都会死掉了 所以差别不大 哎又有钱 无敌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样才算是无敌的状态 所以我都不选 然后加暴击率 暴击率也ok吧 那重选一下 加幸运加伤害 呃好像都可以 那我再加点幸运 那200多都接近接近 接近就是快打完了就不拿那个了 290能不能买两个 所以我只能选一个哦 那我加射击速度好了 ok 场景15了 应该又会出现一个小force了吧 现在没有打到敌人的那个投射物 都会围绕在我身边转转转转转 其实我自己感觉好像越打越多的感觉 就围在我身边转的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哎boss来了 是长怎么样的呢 这个他好像被我冻住了 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前面还说没效果 因为他们那些死的太快了 动起来也没差别 然后这个目光随机增加一项属性 哎又有个双倍道具了 获得技能每2.5秒自动发射一个 前进的投射物 那ok嘛 其实每一个人打出来的效果可能都不一样 就是同一个角色可能不同的 可能可能不同的人打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甚至我觉得可能同一个人打出来的效果样子 可能也不太相同 所以我觉得这游戏好像隐隐约 哇靠我受伤了 隐隐约好像 触碰了什么肉格的精髓那那感觉 就是肉格不是无止境的升级啊 而是看道具的搭配啊 然后这里好像拿个回血的好像比较实用哦 这个是发每10枚子弹一个炸弹 然后这个哎加 哦这个生命值高于70%的时候再加两个武器 然后还可以回生命 那我就选他好了 那我现在哎他不是再加两个武器吗 我以为一开始就是有三把 然后我以为这样会有五把 然后没想到好像还是三把吗 那现在那个画面越来越混乱了 我就要注意一下那个红色的敌人的攻击 是敌人发出来的那个子弹的红色子弹 要小心一点 这不认真看的话 以为是敌人 然后就没躲开 他就吃亏了 好是什么呢 是金钱 生命值低这不需要 那加伤害吧 来重选重选一下好了 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 再来一个 那加伤害吧 算了不全了 好多牙齿哎呀靠又受伤了 前面那一张卡会不会是强化的意思啊 就是本来是要高于85的 85%的血量才会给你多两把武器 然后面呢 我现在只要高于70%就ok了 就有一点点的容错率了 一把武器跟三把武器的效率差很远 哎又来了又来双倍武器了 牛角 我不要加伤害 又是牛角 再来哎有这个绝对零度 然后我现在他就是直接给我算好的 本来是10%的概率 然后现在呢 就会变成20%的概率 放那个冰冻云 把他们都动起来 然后小心一点就好了 那好像这这这关卡里面回血的概率比较低 所以真的很不好回血 哎 又一关了 不知不觉好像打到了第19关了 如果投射物没有中 这不要 增加100%的投射物大小 还有加5点伤害 反正这个蛮厉害的哦 那我现在都是普通子弹 加吧好像很爽 加 那我的牙齿也会变大颗了对吧 哇大颗了很多 哎 也差点挡住了我的视线没看到那些攻击哈哈哈 好危险啊 如果我现在被打到应该会 失去了两把武器吧 那就很亏了 我现在 哎小心一点 哇差点 差生而过 哎有个星星 哎怎么拿不到 哎拿到了7点回7点生命 然后我现在是满血的 就是他一个道具会影响 影响我前面拿到的牙齿啊 子弹呢 全部都有影响 然后打起来就会差很远 所以我满喜欢这个 其实我满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幸存者类型的游戏 我觉得满好玩的 哎然后又到解锁物品的 我的环节了 然后新物品啊叫做亡灵 赋予投射物一个穿透的效果 让他穿过敌人而不破碎 好 然后还有还有新角色叫做眼罩 这这这这家伙是什么鬼啊 然后哎 等级提升再解锁新的物品啊 每5秒一个铁翅将会弹出地面 好 差一点哦 再升级一次 然后射弹在撞击时候 分裂成两枚小射弹 也蛮好 哎又升级了 生命值高于最大生命的85%的时候 增加你的射击速度 哎呀停了 那今天就先打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朋友啊 记得点赞留言啊 如果大家都喜欢的话 阿嘎就多玩玩 如果 大家没什么兴趣的 那阿嘎就留着自己玩了 毕竟阿嘎觉得这游戏 还真的蛮好玩的 那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拜拜